说到农夫靠天吃饭 不管烈日下还是寒风当中 天没亮就要上工了 长时间耗费劳力的工作 只能赚取微薄的收入 遇到市场价格波动 更可能使得一整年心血 全部付诸流水 但是呢 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绝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 在逐冬却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带着五岁的孩子 让他们从幼稚园就开始学习农事 为什么呢 一块来看这则报道 感觉就是 反正踩到它就觉得很开心 就像抓了宝可梦一样 其实差不多 只是我们是在真实世界寻找 宝可梦是在手机里面寻找它 住在竹东的这家人 是非常特殊的农民 爸爸年纪不到五十岁 却带着全家七口人一起务农 不像一般父母认为当农夫太辛苦 拼命想要让子女离农 这对夫妻让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下田 甚至天还没亮 就要进到竹林里挖竹笋 有看到了吗 有耶 十字耶 对不对 你看有十字 为什么会有十字出现 它专破泥土的时候它产生裂痕 我们就是靠这个裂痕 我们竹笋好吃的地方就是不能见到阳光 对不对 把你的金牛角给大家看 哇 是不是金牛角 其实我们从小就一直都有在做农 那就是小时候都还在学习的经历 像妹妹她们这样子 那比较大一点就比较懂的就比较多了 辛苦是一定的啦 可是这样至少我们吃的比较安心 我每天都这样钻 第一个我觉得父母亲做这个行业 也让孩子知道说这个行业的辛苦 然后食物是从哪里来 然后再者呢 除了学校正常的工作之外 我们需要孩子很多人力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那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我们的孩子下课之后就是 不是往补习班跑 是往田里走 我原在比人还高的杂草深处 甚至还要把桃砍掉才能找到火龙果 这些草生栽培的好处啊 其实就是它可以覆盖这些植物 那像这一棵来讲 它如果没有这样被草这些盖住的话 那很多鸟就会把它吃掉 现在有的吃是因为草帮忙它隐藏 来 那白肉现在是季节 红肉会比较慢出来 对 这是我们自己让它自然熟成的 这样吃水果呢 那这样子的水果纤维素跟营养素是最好的 而这样在树头熟成的火龙果 才能真正尝到它最天然的原味 这么小都带出来 对 全家总吃东西 这对夫妻坚持自然农法 也把这样天然合一的概念 从小就灌输在孩子的脑海里 就连喂鸡也要他们爬下山坡 亲自弯腰割道 给鸡吃最天然无毒的补物 现在农夫不只要懂得耕种 更要学会行销 每到假日 他们的孩子们都要跟着到 主动传统市场摆摊做生物 来看看喔 吃比较舒服 这场是销的喔 一斤多少钱 一斤六十五 那么酷耶 不会啦 素上熟的 我觉得他们是乐在其中的 然后他们有他们的理想 所以他们做起来 我觉得他们不是辛苦 虽然一样是会累啦 可是他们很快累回去 从二十二岁的大姐 到刚出生的妹妹 其实走这条路相当的艰辛 这五个孩子 丰富了我生命中所有的每一天 我也谢谢他们能够谅解我 与我同行 走在这一片 蛮孤独的从农之路 是汗水也是泪水啦 我觉得 可是全家聚在一起 一群的力量真的很大很大 我相信我们这个梦 会走得更长远 在市场上充斥各种 黑心食品的年代 有这样为了天然食材 默默坚持的一家人 当我们在享用桌上的美食的时候 是不是更应该心存感激呢 自然农房 健康栽造 好饭 耶 民事新闻叶欣凯 新竹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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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